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百二十八一 第二行 又灌进下下品 无逆文中 为其人 事身称名 随得往生 这观想未成 为自身念 无逆之身 正称名的生儿 从这一端看起 那么这个是解身 不无逆 不生 造无逆罪 不能往生 误会以为 持名念佛 使善善 不使定善 那么从《观经》下下品 这一章里面 给我们修净土的人 很大的启示 因为《观无量寿经》里面 讲的方法 完全是观想 那么从这一章经里面来看 这个观想并没有观成 甚至于可以说 他没有用观想的功夫 用的什么功夫啊 用的是念佛的功夫 而且念佛 时间不长 所以 临终于临终身念 它也能够往生 所以 持名念佛 给《观无量寿经》里面 修设者发门 没有念样 也可以说 持名念佛 理论的依据 就是从《观无量寿经》来的 也能够这么个说法 所以 这个《三经》呢 确确确实实是一 二三 三二习 但是 这个无逆罪 我们前面也曾经讨论到 临终的时候 必定要有殊胜的因缘 那么第一个要紧的事情 就是临终的时候要清清楚楚 如果临终的时候 昏昏 颠倒 甚至于家亲眷属 都不认得了 那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纵然遇到佛允 他也不能成就 那么几个人 临命中时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呢 谁又能够自己 保证自己 临命中时 清清楚楚 不迷惑 不颠倒 这一种事情 决定不能侥幸 没有侥幸 因此 我们就要注意修福了 要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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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修福报 所修一切的 善根 佛德 通通回向 求生 净土 这样才能保住 我们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 主要知道 人生很短 光景很短 在这个短的时光当中 我们要能够忍受 纵然有福 不能想尽 你有福报 能想个三成 就够了 其余的呢 其余的 自己不要想 不施给一切众生 回向无上菩提 这才是求生净土 唯一正确的方法 所以 造无逆罪 灵命中时 还能够遇到福云 他是这一生 罪业造得多 他勤生 勤世 必定是善根深厚 善根深厚 为什么这一生 会迷惑颠倒去造罪业呢 这个事情 佛在大经里面 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无量寿经》 这次我们印得很多 注意仔细去念一念 未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 尚且有各因之谜 什么样的菩萨呢?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诸菩萨道 这是真正菩萨 不是假的 《经无量寿经》 曾经供养了四百亿佛 四百亿佛 供养四百亿佛 还有各因之谜 还有退转 你在晓得这个问题的严重 他这一生迷失了 去造无逆罪了 这很可能 但是 善根非常非常深厚 可惜在一生当中 没有遇到善知识 所以他这么一步 他在临终的时候 遇到善知识 一遇到 经过善知识一指点 他就觉悟了 觉悟之后 他就肯真正的念佛 真心切愿 真心切愿 虽然念的少 只念了识生佛号 也能往生 像往生传里面 这个张山河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这是唐朝时候 他是临命宗时才遇到佛法 生念往生 我们读了这一节经文 人决定不能成一个侥幸的心 临终生念还可以往生 现在多遭一点罪业 没关系 你要这么想法了 大错就错了 注意 不要以为这是在家同修 出家的法师 有许许多多 灵命宗时就糊里糊涂 可见的这个 不是一种容易思绪 平时要努力 要修 要认真地修学 要学古今那些往生的大德 欲知实至 无疾而走 这个多自在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榜样 那么这段文里面 临慈大师给我们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么再继续往底下看 说 夸大本人 地狱鬼畜生 一生我畅畅 多地狱者 非无逆人而活呢 这是无量寿经里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四十八院里面有 有这一院 而大经里面呢 有特别给我们 说得清楚 说得明了 就是 我到众生 也有念佛 我到众生 正如同 谭虚老法师 在福奇当中 开示的这个 露音带上 所说的 是 地狱神 地狱法师 在早年 做头头四方仗的时候 他这个庙里 养着一只公鸡 那个公鸡往上 是 这个录音带在此地 你们大家可以听听 这个是 地狱法师 亲眼看到的 他这个庙里面呢 民国初年 这个庙是个小庙 不是个大庙 生活相当的辛苦 寺庙里面没有始终 早晨起来啊 全凭这个公鸡 鸡叫了 大家就起床 做早扩 鸡抱小嘛 这一只公鸡 这个大众啊 早晚上殿呢 他也跟到一道 一道上殿呢 扩送念佛 过斋堂的时候 他也去 这个大众吃的东西啊 掉在地上啊 他这个米饭菜叶 他都会吃得干干净净 那么他有一次 这个大上完殿之后啊 大家都回疗房了 这个公鸡还在大殿里面走 走来走去 他不离开 这个香灯丝 就赶他走 给他说的时候 你扩送完了 你再也不出去 我要关门了 赶他出去 这只公鸡 走到这个佛殿的当中 把凉着头啊 看着佛像 叫了三神 他就死了 站住了 你死了 这个公鸡也欲知实至 也是站着走的 这不是出生吗 三窝道里出生吗 没鬼道的 地狱道的众生 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 出生道的 我们有机会能看到啊 那 堕落着佛道啊 那当然是罪业深重的众生 他能够往生 他能够念佛 虽然堕着佛道 不没灵性啊 依然遇到云 念佛 还是能往生 可见经上说的这个 不是假 那么耶稣有人问了 既然全神修得那么好 为什么会多三窝道 这是个问题 这是我们呢 应当要好好地研究 研究 这个来生呢 要往什么地方去 诸位要想 决定在你灵中最后那个一个念头 决定在那个地方 你一生念佛念得好 灵命中是最后一念的 不念佛 那就不行了 那就去不了了 灵命中 灵命中应念起了贪心 就是魔鬼道去了 灵中应念起成慧心 地狱道去了 灵中的时候啊 是迷惑颠倒 就出生道去了 三五道 灵中最后一念 是阿弥陀佛 那决定往生西方 神念一念 决得往生 决定在灵中一念 所以佛家是业在教解我们的 灵命中是非常地深重 这是大死 关系他来生的幸福 所以人过十八个小时之内也不能去碰他 为什么呢 碰他怕他起成慧心 在没断气之前最好就祖念 一直念到他断气之后八小时 这是最少的 这个念佛的效果非常非常之大 祖念是提醒他 希望他临终那个应念是正念 就是阿弥陀佛 八小时之内 人虽然断气了 神时没离开 所以这八小时之内 他要一下觉悟回头 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还是可以去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了 断了气之后八小时之内 非常非常地重要 决定不要惹他生烦恼 不要叫他起贪嗔痴 所以家亲眷属多的时候 你看赤宗经粮里面就说明 最好家亲眷属各开 为什么呢 怕他见到其贪心 哎呀这个又舍不得 那个还没见面呢 那个就麻烦大 那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 平常要砍破 要放下 对于我们往生呢 才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就是说悟道里 尤其是地狱道 当然是无逆之人 这就说明无逆之人 还是能够往生 下面说直属下品 直属下品 名为散善 这个意思是属 如果他是镇定 必定 必定 使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久啊 就能正无身法人 那么他这里说呢 他只是下品嘛 经常讲的下品嘛 下品可能没有镇定 所以说他做散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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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 林池大师给我们的开示 说 后卫冠金 下之三品 这叫下三品 凡圣童之徒里面 下下品 下中品 下上品 这下三品 粗言智者 教令和掌插手 趁 南无阿弥陀佛 三 因善有交云 如若不能念彼佛者 印尘名号 则痴明往生 四 为下品 这是从观经上来看 表面上看 好像是这个样子 《观无量寿经》里面 下三品好像都是痴明 痴明大概就是这个下三品了 那 实在给主人说 下下品 往生也不错 好高无援的 怕的是你去不了啊 你下下品都不够歌 那就坏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 你这个方法了 这下下品啊 那我们就和掌 我下下品就够了 我就很欢喜了 我只要能往生 够得上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编呢 我就满足了 上上品你有本事 你去求上上品 我恭喜你 我这下下品就够了 你要能这样实行他地 不疑惑这一生决定成就 那 大师苦口婆心 给我们解释这么多 就是怕那些不甘心下下品往生的人 不念佛了 搞别的去了 那才叫大错 那 那 底下说 有四义性 有理性 有四义性 支持名号 有四池 有礼池 有四池 有礼池 无论是四池 无论是四池是礼池 念到见思烦恼断了 都叫做四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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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可知 四池跟礼池是方法上的不同 效果是一样的 念到破一篇无名 见一份真心 这个时候就叫做理性不乱 那么什么叫做四池 什么叫做四池 离池是真正通达四池 像观经里面所说 是行是佛 是行做佛 念这一句佛号 与般若空慧相应 这个就是这个念法呢 这叫做离池 离池就能得离心吗 不见得 这个主要记住的 不见得 绝对不是说四池就得四一心不乱 离池就得离心不乱 这个地方不能误会 这个夜心不乱呢 完全是持名功夫前身的问题 念这一句佛号 即使与空慧相应呢 有的时候 他还得不到一心 他还得不到一心 自家可以常常测验测验自己 如果我自己还有是非人物 还有贪嗔痴吗 还有分别执着 这一心 就没有得一心 不但没有得一心 连功夫成片都没有得到 那么换句话说 这样念佛 是无法往生的 真正要往生 最低限度要念到功夫成篇 功夫成篇 刚才跟诸位说过 这些是非人物 分别执着贪嗔痴吗 确实没有断 没有断掉 虽没有断掉 他这句佛号起作用 佛号能够把这个烦恼压住 就是这些妄想 他不起作用 妄想才一起来 马上就换成佛号了 二六十中 只有佛号没有妄想 这叫功夫成篇 一面念佛 一面还在打妄想 这不行 这个是很大的机会 那真是古人所讲的了 喊破喉咙也枉然 你大声地在念佛吗 在喊吗 心里是大妄想 这个不行 一定要念到 这个佛号能够 扶住妄想 能扶得住 这叫做功夫成篇 你不念佛号的时候 妄想又起来了 念佛的时候 佛号能把妄想压住 这个才管用 功夫才得力 不管是四肢还是理智 要念到这样 功夫才得力 所以在平常 我们从早到晚 待人皆无 在这个念佛功夫 从哪里做呢 从心地上做 从其心动念上做 这个念头猜起来 不管它是善是无 不管它是真是邪 一律都换成阿弥陀佛 换一句话说 不其心动念 在意 其心动念 就是阿弥陀佛 真正念佛人 心知所思 意知所念 只有一个阿弥陀佛 只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除了阿弥陀佛 给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都不叛远 一切都总放下 你真正能这样做 我想功夫成熟啊 最多三年足够了 三年的时间足够了 你就能有把握 取得西方净土 也就是说 你三年当中 决定可以达到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三倍九品 这个上三瓶的 上上瓶上中瓶上下瓶 功夫成片的 上三瓶的给诸说 欲知实知 生死自在 就是这样 没有道一心不乱 道一心不乱 那还得了 我见过不少 欲知实至 这是无极往生的 这些人的境界呢 都是功夫成片里面的上瓶 他没得一心 就可以做到生死自在 这个实实在在是大死 实在是大死 这个境呢 真真是不容易 是释放祝福 祝一切众生 极身成佛的唯一方面 简单 直接 稳妥 快速 我们遇到不容易 尤其在 现在这个社会 这是天下八乱 修什么法门呢 我都感觉到来不及了 这个法门 要真正教你 死心塌地的修学 你要不把这个法门 搞得清清楚楚 不容易办到 所以我们在有限的光阴当中 细细地来探讨这个法门 我们讲这个无量寿 清净平等绝静 那个叫大阿弥陀经 这个弥陀经是小阿弥陀经 这两个经 这两个经合起来讲 互相参考 你对于西方净土就容易明了 真正正 真正可以帮助你断移身心 实现他地 在修学来修学这个法门 我想 我说 要不了几年 我们同修当中 必定有很多人 有不思议的成就 所以 大师在此地讲 持明有四礼 礼有前身 四也有前身 说 尽下身 这是讲下平下身了 尽是四善 这是讲身念往生的 若成离观 这与彼近三观 元修名其不二 何屡品位之不高也 这是唯一一些人解答这个问题 你要想 你以为这个持明念佛 品位不高吗 那你就学 礼池吗 礼池是明礼 确实 他能够帮助你 提高品位 四持 真正是老实念佛 一样提高品位 说 宽下品文中 乃至 华人 愚人 非为善人 智人 持明 一举下品也 故知二经 其一夜 这是讲观无量寿经跟这个经 意思是一样的 观经里面讲这个下品下森的 那是讲的无利之人 那是讲造物的人 这个持明念佛 我们虽然造物 还没造到无利食物 还没有到他那个程度 自己真正下定决心 持明念佛 我相信决定不再下三品 这是我们有把握能够做得到的 说独要者略有三意 这个独要是解释就是净土三经当中 这一部经呢 尤其重要 所以古大德呢 将这个经呢 作为我们早晚的扩松本 连禅宗都不例外 在台湾 我相信许多同修都看过 禅门日诵 大本的大扩松本的 我们现在是不用它了 禅门日诵 从前禅宗他们的扩松本 弯阔延连一套经 禅宗弯阔延连一套经 可见的 弥陶经重要啊 不重要 古大德为什么把它编列作弯阔呢 念佛的人 决心求生净土的人 不但弯阔念弥陶经 早阔也念弥陶经 早晚扩松完全一样 不必加别的东西 这个愣阴咒诗小诸 心经都可以不必加 就是一遍弥陶经 三遍往生粥 接着就念佛号 西方确实 这名妙行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 简单明了 要这样去做 说毒药呢 这六有三一 一者 灌尽所名佛身 虽云即暴即法 暴是暴身 法是法身 这佛身呢 三身是一体的 而 那又恒沙不无素季 甚深尊徒 又得便宜 这是观精神 所说的 慈经淡月 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则不属诸苏 直指发身 毒药业业 这就是念佛经 做一个比较 这个小本精 比观精还要重要 这个第一条里面所讲的 就是佛身 佛身 绝不落在数量之内 换句话 超越了数量 我们今天凡夫 就落在数量之中 所以你有命运 你有风水 能算得出来 能看 为什么呢 你落在数里头 佛与大菩萨 超越数量 不落在数量里头 但是 观精里面讲 诺油桃 横火杀素 那还是个数量 蜜桃经里面 没有说这个 只讲的 无量光 无量寿 将无量 不落在数量里头 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这个 森圣尊徒 是优待变异 六十万亿 无须迷 干木 沉青 四大海 这都是大身 这个身 这个身 熟身 这个是高大了 这是云圣 圣国 绘图 绘图 所现的 烈印 神 像释迦牟尼佛 当年 特现在 我们这个地球上 他这个身 也只是 一丈六尺 一丈六尺 我们现在 这个人好高大 其实 佛是个大鸽子 比一般人高不了好多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池 没有现在 这个池这么长 你们看看 红一大四 略学三十一种 这个书在台湾 有很多 注意可以能看得到 它那个里面 就有这个 周池 周朝时候的池 因为佛 出生 相当于 我们中国周朝 我们计算 一丈六 是讲周池 周池 一池 大概只有 我们现在的池 六寸多 不到七寸 实际上 不像我们现在 在讲的这一丈六尺那么高 要打六折 打六折 那么这就说明了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身相 就大了 这是 跟我们这个世界 佛现的身相不一样 那么古大德 有 社的这个疑问 专门来辩论 这个问题 我们在此里 就不要 在深处 去讨论它 那么这是第一 第一要 二者 是十六庙门 这才能入得尽 但是它有四地 现日观 次随观 次地观 次数 次座 放入佛观 这不无次地 又觉凡常 凡是麻烦 凡多 常事要经过 相当长的时间 这才能观到佛了 说此经不修余业 但四持灵 那么讲到小本米桃经 那比这个观经 在修行上来讲 方便 他不必经过 许许多多的四地 直接了当 他就见佛了 只要你 夜心不乱 心不颠倒 临命宗时 佛就来见佛 所以 这个 《楞严经大师日元通章》里面 给我们说得好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现前是现在 没有往生之前 就见到 见到 你也不要欢喜 见不到 你也不要忧虑 即使见到了 见如不尽 你也不要生欢喜心 生欢喜心 就错了 自始至终 保持你的 夜心不乱 你保持这个 这样就好 所以 他没有次提 这个持明念佛 没有次提 观经所讲的方法 又无次提 所以在方法上来说 他方便得太多了 所以趁他这个经毒药 他特别重要 再看三天 上三平生 奈能游历 设访 臣死 祝福 中下二平 借五次文 实在是 这个净土三经 有的经上 对于某一桩事情 说得详细 有的经上 审略 你真正了解 西方极乐世界 要把三经 喝起来看 才能把这个事情 真正搞得 轻轻素素 要把他喝起来看 并不是说 这个经上 说得 那个经上没有 那这个经上就高明 那个经就 就要差一点了 绝对不是如此 所以你喝起来看 才能看得 独却 这叫观景上 关于这一桩事情 说得就 有欠缺 只讲上三平 没有说中下平 这就讲 一道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能力 游力设法 尘寺诸佛 小本经里面 就讲得详细 尽明往生 便得供佛诸佛 设施还国 独要三眼 是小本米他经常说的 即使下平下身的人 也有这种神通道理 这个不可思议 每一天呢 都能够 普遍地去供养 踏方 十万一佛 都有这个能力 下平下身的人 都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经呢 这三经的地 尤其重要 闻说业逸 上空生意 更闻毒药 鼻之生害 故云难心之大 又云不可思议功德经养 确实还仍听闻 所以 连此偶遇 这两位大师都说 这个经是不思议经的 所有经典里面 没有这个说法 社方刹徒里头 也没有这种事情 这样殊胜奇特之思 唯有西方极乐世界有 问题就是你信不信 你要不信 你这一生当面错过 你要相信 那是你有福气 你这一生成就了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我记得 我出到台中的时候 李老师拿这个法门 来劝我休息 他怎么说呢 他说要相信 自古以来 多少聪明智慧的人 都修这个法门 如果上当了 那些人都上当了 那我们上一次当也无所谓 他叫我用这个方法来劝 就是上当 就是上当 我们也甘心情面 上一次当 报定这个主义 下定这个决心 尊修这个法门 如果自古以来 那些人都没有落空 那我们这一生 决定不落空 劝我们要专修 要把其余的法门 暂时过在一边 法门无量 试验学 到什么时候学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 所以现在我大掌精 不要了 现在不要了 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 现在要啊 要我就去不了西方世界了 现在只要报定了 这个弥陀经就行了 报定弥陀经就行了 就可以了 用这个做跳板 求生西方世界 到了西方世界 在修无量无边的法门 寿命长了嘛 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寿命就跟阿弥陀佛一样 他是无量寿 西方极乐世界 下平下身的人 也是无量寿 向好光明 这个生活环境 通通都一样 到西方极乐世界都一样 那个是真平等 真正平等 到了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长的面貌跟佛都一样 诸位听了 不要害怕 到匆匆都一样 当时阿弥陀佛我都不认得了 那个时候你自然有神通 你自然不会认错人 面貌绝对是一样 真正才叫平等 我们这个世界 每个人面貌不一样就不平等 所以你看大经啊 叫清静 平等 绝境 庄严 清静 平等 绝境 这西方世界的好啊 所以这个法门呢 真的男性之法 经体就叫做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说所不念经 经体里头明白地告诉我们 不可思议功德 那么这是以观经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较量 到这个地方讲完了 下面呢 再就注经 这个净土三经之外 也由于这个经上啊 一丝旁通的有不少 大概有一百多部的 在这个大藏经里面 佛劝我们求生西方净土的经论 有一百多种 此地也是六举几种 请看经文 佛民通诸经者 佛劝在说 在说他与其他的经人 有这个相通的 佛劝大臣经 意义相通 如尽名 发发的 旁通如是 乃至此经 一理所该 深随广远 不应事通 前进 自取前有 那么这是六举 六举两种 建民 发华等着 注意看这个桌子 此与其心 持明 得三彼国 及 随其心进 这佛土进 是 敬民意 敬民是 维摩经 维摩经 也是 不思义经 这是说 就是佛土进 所以 与敬民经 上这个意思 相通的 所以维摩经 上讲的几句话 也是值得我们参考 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 启发 那就是 修净土的人 要特别 注意 静心 修什么呢 就是修清净心 这是 心经 在途径 什么叫做 清净心 心里头有烦恼 就不清净 烦恼是指 其情无欲 贪嗔痴慢 你有这个 就不清净 有是非人物 就不清净 有分别执着 就不清净 清净心 好难啊 是难 不修 不行 得不到 长时间的清净呢 你每一天 能够得到 短时间的心 念佛这个心呢 就是清净心 你心里的 只有一句 阿弥陀佛 这是清净心 这句佛号 与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 大愿力 相应 所以你要记住 念佛的心 是清净心 念佛的时候 大妄想 心就不清净 所以我们念佛 修什么 修清净心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 念佛人 要把身心 世界 要看破 要放下 少一分贪力 少一分职责 多一分往生的把握 这一点 很重要 我们再看底下 一段 由此 一心 持明 即使 深心念佛 乃至 独如 他家 一心 念佛 七十 无虑 一心 念佛 一称 那么佛 皆已 成佛道 是 发华 一等着 这个身心 是从 圣圣之礼 而生 也是从 身后的 圣根当中 所以叫做 圣形 所以叫做圣形 在 圣地经上讲 如 圣 广 广 圣 灭盘经上 所说的 根 圣 南 爬 都是 形容 比喻 圣形 身心 是菩提 心之一 是自受用 神 自受用 受用的心 所以 这个 夜心 持明 就是 身 心 那么 由此刻 平常我们讲 菩提 心 讲 身 心 总是 讲不清楚 什么叫身心 大悲心 还好懂 身心 难懂 你看这一段文 你就很容易了解了 什么是身心 夜心 持明 就是身心 持明是念佛 夜心 就是身心 可见的 如果你二心 三心 那就不是身心 菩提心 是以 直心 为体 直心 就是观经 里面所讲的 至尘心 这个心 尘到了 几处 至尘 这是菩提心 的本体 尘体 当然 有作用 作用 分作两方面 一个是对自己 一个是对众生 对自己的 受用 就是夜心 夜心 就是身心 所以我们 这个念佛 要夜心 成名 所以夜心 简单的时候 就是没有夹杂 念这些阿弥陀佛 当中没有夹杂 这就是夜心 我念这些佛号了 我想别的事情 夹杂了 这就不是夜心 所以不夹杂 不简单 不怀疑 这个就是夜心 成年 无量 无边的功德 所以夜心 痴明 就是发菩提心 对待别人 要大悲心 什么是究竟圆满的大悲心 给注意说 劝人念阿弥陀佛 就是究竟圆满的大悲心 因为你劝他学别的法门 他这一生未必能成就 你劝他念佛 他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成佛了 这个法门是 集身成佛 当身成就的佛法 所以 劝人念佛 是真正的大悲心 是诸佛如来 彻底的悲心 你讲经 讲这个经 是彻底悲心的 跟讲其他的经不一样 华严经 虽然也是彻底悲心 太长了 谁有那么长的时间来听呢 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将来讨论到 这个无量寿经 你就晓得 自古以来 祖师大德他们的看法 无量寿经 就是浓素的花严经 就是小花严经 小本的 花严经呢 就是大本的 无量寿经 这两不仅 性质相同 目标一致 都是 劝我们念佛 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这个 华严经到最后 普贤菩萨 设大愿望 道贵极乐 劝我们求生 尽头 你看看这个 印光大师 闻头里头 实实处处 都提到 华严经 那华严经 来做证明 证明这个法门 在业切法门当中 最重要的 主要 那么下面呢 都是这个 这个法华经上的意思 读如他家 一心念佛 七色无驴 一心称佛 一称南墨佛 皆一称佛道 统统是 法华经上所说的 法华所讲的 诗相妙的 把诗相 这个微妙的道理 比喻作莲花 所以他这个 经题 是法御立体 明识 护显 所以叫做 这个妙法莲花经 这部经 从前我们讲过 讲经题的时候 我们要费了不少的时间 讲这个 这个十种庙 本集十庙 那也非常有趣味的 底下说 略居于间 如文书所云 一心三心念佛 大平所云 若人散心念佛 乃知必苦 其福不尽 是般若也 般若翻成中国意思 叫智慧 叫智慧 世尊 在讲经 这个前后次序里面 他是 讲了方正之后 这就讲 波罗 一心三魅 给这个一相三魅 我们过去在六祖坛经里面读到的 念佛法 幸运 持明 就是一心三魅 也就是一相三魅 所以 与波罗经的这个 这个教义 并不违背 大平是大平般若 他所说的 若人散心念佛 这是间别 不是一心 说明 念佛的福报之大 都可思议 所以人要想修佛 怎么个修法呢 念佛就好 啃念佛的人 就有福了 这叫善心念佛 乃至必苦 其福不尽 比 是宗了的意思 苦是苦 就是古报 国报 进了的时候 进了 国报 进了是什么人呢 小陈家呢 是摩洛汉 摩洛汉 这个苦因苦果 都完了吗 都毕业了 毕业了就完了 大陈呢 是地菩萨 化云地的菩萨 尽私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都专进了 分段生死 变异生死 统统都尽了 你的福报 不尽了 福报 太大了 这说善心念佛 夜心念佛 更不必说了 夜心念佛 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成佛了 这是说明了 念佛 这个福报之大 包括思议 那么再看底下 如今三七日 祭收摄放祝福名字 是圆绝意 圆绝经过去 也曾经讲过好几遍 我相信有些同修 听了听过的都还熟悉 圆绝是小楞严 信这个楞严 很接近 楞严我们过去 也讲过很多遍 圆是圆满 这意思 折是最后 大车大沃 这叫圆绝 圆绝经上给我们讲 念佛 三七十 这也是客气取真 梅桃经里面 只讲七日 若一日到若七十 圆绝经里面 给我们讲的是三七十 就是大七 三个七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扩建的 其常念佛的经论 确确实实 很多 那么再看底下经文 如五波长者子 趁其佛名 随得金色之身 称欧罗汉 是观佛三昧 那么这个经 就是观佛三昧 它说念佛法门 特别强调 修行正定 经上举出五波长者子 也是修念佛法门 念佛就是见佛 建佛的正果 都正欧罗汉果 那么你一下子 念佛的功德 怎样才正欧罗汉果 见识烦恼断了 他用念佛这个方法 把见识烦恼念断了 见识烦恼要是断了的话 王三昧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在凡神通俱徒 僧方便有余徒 这个趁明念佛 可见的它不是散善 散善没有这个功夫 到不了这样的成就 念佛能证无罗汉果 可见的 这一句佛号 是定善不是散善 其实 定善散善 在过人 不在方法 你这个心散乱念佛 那就是散善 你一心念佛 就是定善 不在乏了 在过人的心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说如菩萨六念 念佛第一 六念 这是一般 大小成所法都属 菩萨要修六念 念佛 念法 念身 这是念三宝 要常常念三宝 所以我们早晚扩宋里头 有三规一 就是念三宝 除了念三宝之外 还要念三种事情 念诗 就是不诗 常常有这个念头 要不诗 念阶 念念戒力 一定要持戒 念天 天人的佛报很大 天人的道德水准很高 所以菩萨要念这六章事情 念这六章事情 念三宝 这个我们常常讲 就是念诀 念证 念证 诀 念诗 不诗 就是放详 常常常常要想着 要放详 诗就是放详 念诀 音诀才能得定 音定才能开会 这是三宝里头的大根大本 念天 提升自己的境界 要向上提升 所以这个心里面 要把它安在这六个境界当中 这六念 都可以说字 都可以说他 如果说他 三宝 就是住持三宝 要说自呢 就是自信三宝 末后这三宝 末后这三宝 不诗 持戒 是自己的 修菩萨心的音型 三宝 三宝 这是果报 佛经里面这个天地意思很多 除了这个二十八成天之外 有一天 有一天 第一天 第一天呢 就是如来古地的一号 那么这些名词说语 诸位在佛教词典 这些著书里头都能够看得到 所以这是讲菩萨六念念佛迪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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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